培养一个古爱玲需要付出多少代价 这位华人妈妈为了教女儿培养成花花冠军 几乎投入了全部精力 不仅辞去了在洛杉矶一所著名私立中学的教室工作 还每天往返200公里接送女儿上冰场进行魔鬼训练 学体育这件事情是我当时决定要孩子就已经定下来的 无论是她有没有体育的天赋 我希望她有一种运动精神 她能吃苦 学会坚持 不放弃 因为家里没有一个人是涉及体育行业的 所以主攻教育学的妈妈就将培养一名未来的奥运冠军作为自己此生最大的挑战 我自己都是做教育的 我觉得如果把她教育成功了 这就是我最大的作品 你想我们家都是学习的 没有人干过体育 然后要靠我们的一己之力 将来可能未来会把她送进奥运会 这是一个多大的挑战呀 为了让女儿能够朝着自己所期望的方向返步前进 妈妈不仅请来了1985年选美花花冠军陈婷婷 作为女儿花花训练的主教练 还按照培养专业运动员的方式 为她制定训练计划和搭建专业团队 有叫转的 有叫滑行的 有专门编舞的 还有专门叫冰上力量的 你还有冰下训练 就是它太多不同的分类 然后每一个教练就温流上 然而高质量的教练团队就意味着高昂的培训费用 那教练是按分钟算的 一分钟两美金 你大概算一下每天120分钟 一个星期六天 就连出去比赛时 教练的吃住行 以及知道比赛的所有费用 对得由运动员自己承担 而这笔费用几乎是学习体操的十倍不止 每天早上七点不到 妈妈就要将女儿从温暖的被窝中叫醒 开启一天的训练日常 不仅要和教练沟通 各项训练计划 还得在教练不在的时候 肩负起指导女儿训练的重担 就连在家休息的日子也不敢松懈 必须多促孩子完成一定量的体能训练 在这种高频率高强度的训练下 受伤已成为小茉莉的家常便饭 但是殷勤六岁的她还是会因为中二复始的艰苦训练 累到崩溃痛哭 开了女儿在冰场上一遍又一遍的摔倒 再一遍又一遍的站起来 奉行挫折式教育的妈妈虽然也觉得心疼 但是吃得苦中苦 防伪忍上人 让孩子练就一颗强心脏 竟然更有必要 因为现在的孩子 我觉得挫折教育还是挺少的 因为在我自己教学的经验中 我也看见过孩子受打击的能力比较差 我反正觉得比我们那代人要差很多 所以我觉得练就这种大心脏 是很有必要的 为了不耽误缓缓训练 刚刚升上小学的女儿 在学校也只需上半天学 下午时间就用来训练 除此之外妈妈不小女儿因为训练耽误学业 还给她另外报名了果内的编程网课 以及起查验上课 虽然训练和各项活动 占据了孩子大量的时间 但一有空性时间 妈妈还会带她去学习体操 因为在妈妈看来 小朋友的机会成本是最高的 得让她多去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 我觉得小孩子的机会成本是最高的 因为她现在有太多的可能性了 她可以去试不一样的东西 你把时间都花在这了 她就没有时间去识别的了 做家长的花费如此大的时间精力 去培养自己的孩子 这样的方式对孩子到底是好还是坏 你们怎么看呢